所有车辆都在路口停等红灯 但一辆载着超长钢梁的拖板车却无视耗制 闪左后车灯准备来个打回转 结果下一秒后方载的钢梁不偏不倚 就直接打到右边骑士的头 差点就上演绝命终结战 拖板车驾驶还浑然不觉自己闯祸 幸好车速慢加上骑士有安全帽没造成意外 但还是把骑士吓得弹到路边 拖板车上有人下来了解状况 另一边的骑士挥手表明没有搭爱拖板车久扬长而去 惊险场面就发生在桃圆归山 证明离谱的拖板车驾驶不仅违规回转 还违反车辆载务规定 夸张行为全被后方行车记录器拍下来 网友看完影片纷纷留言就直接报警了 完全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痛批太夸张 应该也是有法规限制说不能超过多长 那如果真的有超过的话 那个驾驶人也是要注意其他用路人的那个生命安全 不然这个真的太危险 提醒用人装载物体或品时 有超长超宽或超高 应申请临时通行证或悬挂危险标志 以免受罚并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根据规定货车装载物品往前不能超出车头 往后也不能超过车辆全长的30% 并且应该悬挂警示 这辆危险托板车的钢梁长度明显已经超出规定 恐怕得面临3000到18000元的法环 明时新闻赖国斌桃源报导